大年初就在我們的金門海巡隊 攔查中國籍漁船的時候 造成了中國籍漁船不幸的翻覆 導致兩名的中國漁工死亡 好 現在事情越燒越大 為什麼呢 因為海巡署的說法 沒有辦法給一個完整的交代 也讓中國相當的生氣 甚至引發了兩岸緊張 中國海警為此宣布 在夏京海域展開常態化 執法的巡查行動 今天手伸到馬祖來了 還登上我國的觀光船 金門帆船危機 會不會變成兩岸危機 佳明 為什麼大年初的事情 到現在越演越烈 那海巡署說了什麼 讓對岸沒有辦法接受 好 明俊 這起事件發生在2月14日大年初 照這樣大家都已經在 過節的一個狀況 但是這起意外 明俊問得非常的好 為什麼你說14號發生的事情 到今年已經22號 過了一個禮拜了 為什麼火沒有辦法滅下來 而且是越燒越旺 重點就在於海巡署的處理態度 有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最新的 其實這一艘大陸籍的 中國籍的漁船 其實它船上四個人 當時翻覆的時候 兩個人落海 最後不幸往生 有兩名生還者 他們是在前天 20號的傍晚 是回到了中國 結果好像回去那裡就算了 結果他最近接受了 這一個中國媒體的訪問 他原本在台灣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講說我對於海巡的執法 沒有什麼樣的疑問 但這個是我們官方流算的訊息 但他回去之後 翻供 他說當天整個事情的經過 事發生在2月14日大年初 大概是中午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開船出去 結果大概快要1點 12點50分的時候 結果看到海巡的船隻 朝著我們的船 高速的開了過來 那他想說 我們那船跟你們海巡船 怎麼有辦法去比 當然我還是想辦法跑 結果後來 船怎麼可能會自己翻掉呢 為什麼會翻 因為它是被碰撞 被海巡署的船撞 才會翻船 那這個說法 怎麼感覺跟原本在台灣 我們聽到都不太一樣 我們聽到是說我們是 因為他對方蛇行追捕 但沒有講到碰撞兩個字 對 而且他也講說 我船就在開怎麼再快 就算我急轉彎也翻不掉了 所以就表示說 我是因為被碰撞才翻掉 好 但是問題是 到底有沒有碰撞 最簡單嘛 你畫面拿出來看就知道了 對不對 結果第一時間海巡署說 這個我們沒有畫面 然後新聞稿告訴你說 沒有他就是自己開太快 自己翻船 但是有貓膩 從這個管閉林他的臉書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對於碰撞這些事情 他再三強調我們沒有隱匿 我們沒有隱匿 因為我很早就告訴大家說 這起事件有第三責任險的 一個部分 那第三責任險 還怪你不懂你知道嗎 我都講有第三責任險了 就表示說他有碰撞的事實 而且他說在高速 我要靠近他 我要去登檢的時候 兩艘船一定會靠得很近 所以有多次的一個碰撞 而且這些事在 監門地檢署 就是在做勘驗的時候 提出說雙方有碰撞的 一個狀況 你在這之前 海巡署你都沒提 結果後來現在 我講說第三責任險 你自己要知道說 這個有碰撞的一個事實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說 那你第一時間 你講大白話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為什麼要跟他講說 第三責任險 我不懂的 我真的是不曉得 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這件事情 是不是也在在的顯示說 其實管閉林 他知道前因後果 整個事情的狀況是怎麼樣 結果透過這個 才揭露有碰撞的事實 那當然之前 海巡署處理的狀況 就是真的不OK 所以你看 國民黨立委羅志強 他就講了 說實在 你只要拿出錄影 你就可以還原 當時的狀況 但是海巡署居然告訴大家說 沒有錄影 那這時候 我想想起來 在2016年那時候 還是立委的管閉林 就曾經質疑說 你限制部在最關鍵的時候 沒有錄影 要求該下台負責的人 要有自覺 那是表示說 我這句話還給你管閉林 你最該錄影的時候 你說沒有錄影 那你是不是該下台負責 你是不是要擔起這個責任 尤其今天海巡署的 這個新聞稿要講說 我們沒錄影的時候 就5分鐘而已 不影響事實 事件真相的調查 怎麼可能會不影響 你最關鍵的時候 你沒有影響 就是沒有影響 那你就是變成說 你就是沒辦法還原 事情真相 執法收證的過程 你一定要錄影 而且注意 當天事發當時 船上幾個人 四個人 你不是說只有一個人 我負責開船 我又要開船 又要登艦 所以我沒辦法錄影 不是 你有四個人 四個人一定有分工 包含就是說 你一個人 太快停 你負責駕駛的 你要把船給穩租 或者你要追 兩個人準備登艦 好 那你可能就是在這個艦艇旁邊 準備靠近的時候 你要跳到對方艦艇上 去登艦來做檢查 那另外一個是幹嘛 你就是要收證 那你該做的事情 你為什麼不做 你SOP都已經跟你想說 你要做好收證 那你怎麼會沒有收證 那最糟糕的一個狀況就是 其實你有收證 其實你有畫面 你從頭到尾 你都有記錄下來 那你為什麼不拿出來 你拿出來就可以 把事件給還原 而不是說現在這個事件 講不清楚 感覺還一直在說謊 甚至讓中國 感覺像剪刀槍 可以在這個議題上面不斷發揮 但是到底有沒有錄影 陳文文他斬釘截鐵地說 就是有錄影 為什麼他有這樣的一個把握 好 如果你說沒錄影 要嘛就是你獨職 要嘛就是你沒有設備 對不對 那大家會想說 會不會海巡沒有設備 告訴大家 我們去調出了這個整個 政府採購的一個內容來看 你就知道說 他真的有採購 透過這一個來看 包含最早107年 包含109年 甚至包含在最近的110年 你看都是海巡署 他們去招標 要來買這一些微型攝影器材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一些密錄器等等 三次加起來總共140萬 140萬可以買多少台 可以買到500台 而且你說現在在包含 金門 廈門這些 都算是最前線的一個地方 這麼關鍵的地方 你會沒有配密錄器嗎 你會沒有配 這麼敏感的地方 對 所以就比方說 我東西都已經給你了 也已經制定SOP告訴你 就是說 器材給你 你在執法的時候你要錄影 那你說底下基層 他們會敢不錄影嗎 我都有器材了 規定是這樣子 我有可能不錄影嗎 所以現在感覺起來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海巡署在說謊 就是因為很多的證據都證明 你有器材 你有規定 你該做 你就是要錄影 如果真的有畫面 真的拿出來 才有辦法還原整個事情的真相 好 四個大陸漁民 兩個死亡 兩個生還 那這兩個生還的漁民 為什麼在台灣的口供 跟回去中國大陸之後 會不一樣 這個驚嚇的重誠事件 有沒有 有兩名生還者 他回到大陸 他在台灣在爭奪 地警署運訓的時候 他告訴你說 我這個意見都沒有 對不對 而且他覺得說 就是追逐 他就怎樣翻覆 可是不對 他回到大陸之後 他接受大陸媒體專訪了之後 他現在完全翻供 他覺得說 這個就是被人家碰撞 翻覆 對不對 而且現在就提出一些疑點 他為什麼翻供 是配合老共的一些 故意誇大 文宣或者是一些宣傳 或者是政治施壓 對不對 為什麼 裡面的疑點在哪裡 這艘漁船叫做三無漁船 沒有船舶登記 也沒有船舶證明 對不對 在全世界這種船叫做什麼 海盜船 我一定要執行我的執法 所以我支持說 台灣在這個立場上 你一定要堅定執法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三無漁船 是第一個疑點對不對 為什麼 第二個 我們看到那個接受訪問的 那個生還者有沒有 他的口音是哪裡 雲貴川 內陸省份 內陸省份當公民 你沒台沒一早來開出 怎麼在那裡 沒目瞅 你在想什麼 對不對 所以人家就覺得很奇怪 你的身分就很特別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一次 真的是到買了有什麼 假嘴變大嘴 你知道嗎 除了說這兩個漁民 是大陸漁民上升之外 死亡之外 接下來我們台灣的處理方式 我就覺得是有夠誇張的 有點站不住腳 對 一開始的時候 海情署公開的新聞稿裡面 他告訴你說蛇形標數有沒有 才早次翻覆 完全沒有談到碰撞兩個字 那可是當這個漁船被撈起來 被帶上岸 一看的時候 上面傷痕累累 是 那就是有撞到 這一定是多次碰撞 甚至這個碰撞 現在問題又來了 這個碰撞痕跡倒是只有漁船 因為我當初有去釣魚台過 我知道那漁船在碰撞 在追趕驅逐的過程之中 它不敢靠太近 除了要登箭之外 對不對 那個碰撞 尤其有海浪的情況之下 那種碰撞很危險 很容易翻船 對 很容易翻船 對不對 尤其是平底船 幸好這兩艘船都是尖底的 所以還比較沒有 那可是問題是這個碰撞出來 一般小碰撞出來 我要登箭出來 如果是高速衝撞 所以從這個船體身上的一些痕跡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大概發生了什麼狀況 好 那等到大家媒體質疑之後 你海心就出來才講 交給那個什麼海委會 我們管碧琳 真的是很厲害 他出來怎麼講 他說有第三責任險 有碰撞就有碰撞 你告訴我什麼第三責任險 後來大家就要以為 他在猜什麼名語 想了好久才知道說 原來第三責任險 我們開車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今天如果有碰撞 車體碰撞的話 第三責任險我要出險 所以你看管碧琳 從頭到尾就避開 都知道有碰撞 對 避開碰撞兩個字 竟然有一個迂迴告訴你說 有第三責任險 好 如果說真的有碰撞 拿出影片有沒有碰撞就知道了 可問題是影片拿不出來 大家也質疑這一塊 對嘛 所以現在最誇張的是怎樣 我們的海型單位 我知道海型弟兄很危險對不對 在海上搏命 可是他們竟然沒有自保的工具 沒有保護自己的工具 他們有船艦上 有船艇上有配備 那個攝影監視器材對不對 完全沒有看 他說那個時候因為高速行駛之中 所以負責攝影監控的那個 搜證的那個人有沒有 怕危險 所以他沒有拍 他說那密錄器咧 我們不是常常看電視都知道 警察騎兜派都有密錄器對不對 那個密錄器在哪裡 現在才發現說原來密錄器不夠 2019年趙正宇在立法院裡面 提出臨時議案的時候 提案的時候就告訴你說 要買密錄器 買到現在海型組告訴你說不夠 我們沒有密錄器嘛 配備不夠 真的不夠嗎 所以現在從明年開始 民國114年開始 要加購什麼 3061具密錄器 以後115年到117年 每年再購買240具 你看吧 我們原來是沒有密錄器 這叫海型弟兄 你在搏命的過程之中 你連自保的工具都沒有 所以在跟你講說 我們的政府更天才 現在海型組跟你講說 沒有監視畫面 錄影畫面 不影響責任歸屬 這是在說哪一國的話 對不對 你證據說話嘛 那接下來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會不會提高兩岸的那個 對啊 因為這個對岸的海警都說 未來會針對這金門的 金下的海運的加強巡查 甚至前兩天還登上我們的觀光船 大家擔心會不會有一種 把他們這個外海 當成內海化的情況出現 當然一定會發生 因為我們在禁限制海域有沒有 這禁限制海域是什麼 是我們國防部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訂出來自己頒布的 大陸完全都不會承認 以前為什麼沒有什麼衝突 以前你知道大陸的運船 要走的話是繞到這個地方 才到廈門港的 它避開你這個區域有沒有 為什麼 這邊是小金門跟大膽島 所以他不能從這邊直接穿過去 對他們來講這樣是最省時 可是他還是故意繞 為什麼 之前兩岸之間有默契 彼此之間都覺得說 我不要身高衝突 可是發生這種事情之後 你會發現今天馬祖出現了海監船 大家就覺得說海監船 現在這種快艇是十幾噸 二十噸而已 對不對 有可大可小對不對 海監船都是一千五百噸以上的 他今天為什麼來馬祖 我跟你講海監船最重要的 以前都是負責監視釣魚台 他就把你當作敵國 所以你會發現說 今天海監船到金馬地區出現的話 就是把台灣已經當作什麼 準真正狀態 我要監視你 一舉一動都不能夠過來 所以你說為什麼 他就是施壓一問 520賴清德當選之後 你看你賴清德要怎麼跟我攬岸 提出跟對岸提出一些 相對等的談判